老汉看三级片 兴奋过度爽死 作者 匿名 1994年10月 报纸登了一则新闻 观赏小电影 花甲老翁爽死 警方会同法医香艳尸体 初步研判为兴奋过度心脏麻痹致死 66岁翁姓老人 下午至宁夏路一家专门放映色情电影的戏院 观赏香港三级片《荒山女郎》 到晚间10时30分电影散场 被反性管理员发现 老翁报避于座位上 全身冰冷 以气绝多时 经向辖区大同分局报案 警方会同法医香艳尸体 发现死者是因兴奋过度 导致心脏麻痹而死 以目前养生方法之广泛与进步来说 66岁并不算老 倘若银心不动 不去看小电影 不去寻求感官刺激 也就不会有猝死的事情发生了 电影院的老板必然心有不安 惋惜类似的事情发生 内心难免会有虽非我杀 却令其死的遗憾 也总是会有个大疙瘩 大阴影在心中盘旋 但愿从是色情影片而牟利的世人 为了自心的平安 家眷的康寿 也为了后代子孙的昌盛 放弃色情影片的制作 出品和播映 这将拯救无数青年学子 和老年人家 天道祸银 但不加于悔过之人 现在悔过 未时不晚 大阵